欢迎来到FGA 欢迎来到CYC 今天晚上 兵分有礼 那么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充满了各样的色彩 因为我们的神在祂里面有一切的色彩有一切的精彩 再次这样就要掌声给我们的神 有多少人在我们中间 你今天是第一次或第二次在我们中间的 可以不可以向我挥挥你的手 第一次 第二次的 哇 那边也有 后面也有 这边后有 还有还有 我们再次的拍手 欢迎他们 今天我相信是神的爱在你的身上 不管是谁带你来 那么最重要的 现在 你们 不是谁带你来 最重要的乃是 现在你们要往何处去 神引领你们来到这个地方 绝对不是让我们进入黑暗 神的旨意 耶稣基督的旨意 不是要带领我们进入死亡 祂不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亏损里面 神绝对没有安排 我们会 我们会遇见 神也没有安排 我们会遇见灾难 那是神 爱我们 神给予我们的是健康 神给予我们的是医治 神应许给我们的 神答应给我们的 在任何的人生的风和浪里面 你知道吗 那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充满风和浪 充满疾病 各种患难的人生 你可以 现在 你觉得你现在 你还健康 你还 一无所缺 你觉得你的人生 还很 很OK 但是 你绝对没有 你可以 知道你的现在 你可以 你绝对没有办法 预知你的未来 所以你知道吗 神给予我们的 神给予我们的 乃是力量 神给予我们的 乃是复活 神给予我们的 不是绝望 神给予我们的 乃是盼望 耶稣基督要给予我们的是一个 复活的生命 要给予我们的是一个 丰盛的生命 是给予我们的是一个 富足的生命 神没有定义 安排我们遇见灾难 所以今天 你被朋友 你被同事 你被家人 你被 你被人带到来这个地方 我真的告诉你 那是一个 祝福 今天你被人所爱 我们叫做幸福 你得着神的爱 你知道 你是得着天上给你的 极大的祝福 所以你知道 我们能够相信耶稣 我们能够遇见祂 不是不幸 而是人生中一个极大的荣幸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光 因为神就是带领 因为在神的里面 有给予我们的祝福 因为在神的里面 有给予我们的奇妙 神所做的很多时候 都超乎你所求 所想 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当然神不一定会按着 你所想象的来成就给你 不一定会按着 你所喜欢的 你的喜好来成就在你的身上 因为神的意念 高过人的意念 神的意念 非同人的意念 神的道路 也非同人的道路 神的道路乃是高过人的道路 今天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人生 能够遇见祂 那是一个美丽的祝福 Amen 跟你旁边前后左右的人说 你遇见耶稣 就是人生最美丽的祝福 我们的人生会美丽 是因为有神给予我们 祂的生命 给予我们祂的拯救 很多人我们都盼望有收获 我们盼望有更大的得着 在我们中间 你盼望在你的学业 在你的事业 在你的生意里面 你盼望有更大的收获吗 你盼望在你的婚姻里面 你有更美丽的收获吗 你有更甜蜜的收获吗 你盼望向神挥回你的手 在你的服饰里面 在你的家庭里面 更多的收获 神啊 你看见我们的渴望 你看见我们对你的期待 神啊 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一生 都要遇见祢的奇妙 我们都要遇见祢的爱 我们都要遇见祢的供应 我们遇见祢的帮助 谢谢祢 赞美祢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哈利路亚 学校呢 跟我们身边的人呢 常常世界都在教导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去得着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 去 有 我们怎么样去允许 有更大的收获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会 很多人都会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去抓 我们一定要去抓到 我们一定要去得到 当然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付出的努力 然而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在圣经里面 神给予我们的教导 我们除了 我们要有更大的收获 我们要有更大的得着 我们除了我们要去努力 去经营之外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秘诀 不是你去抓 不是 不是你 你要去拥抱它 乃是什么 乃是要给予 给予出去 我给了 我不是减少了吗 我自己都不够 你还要我给啊 我们的理性 人的 有限的 这个智慧呢 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话 然而呢 你要绝对要相信 神的真理 神的话 神的道路 绝对可信 可靠 可行 阿们 神告诉我们要给予 我们今天就来看 今天是兵分有礼 好像一个礼物 礼物就代表 礼物不是要来收藏而已 最大的意义礼物 就是要来给予 给予会带来的 改变的能力是什么 第一 给予呢 能够带来呢 改变的能力 就是能够转换 贫穷变成富足 转换贫穷 变成富足 马太福音第六章 三十三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 三十三节 我们要找到这一段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六章 三十三节 一个非常 奇妙 非常有能力的 一段的经文 他将带给我们亮光 他将摇汗 震撼我们的思想 他将带给我们 生命里面 很大的一个帮助 马太福音第六章 三十三节 这边说 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一切都必 加给你们 所以不要为明天 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优历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这里告诉我们 给我们知道说 怎么样我们会 从神那边有所得着呢 我们正常的理性 人的反应就是 我们要去拿 我们要去抓 但是呢 这里节的经文 给我们看见 你要得着神 给予我们的 就是怎么样 我们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我们一定要先求 认识神 我们一定要先行 他的道路 我们一定要认同 他圣经 所给予我们的真理 我们要先求 他的国 我们去服侍他 我们去给予人 我们要遵循 神的吩咐 这里告诉我们说 不是有给你而已 而且是加给你的 你有了 他还要再加给你 在我们中间 你可能已经 你有 你已经拥有 这个十万块 你盼不盼望 神再加给你的 是三十万块呢 如果你拥有 一百万的话 你盼望神再加给你的 是两百万吗 你盼望吗 你盼望吗 向神挥挥你的手 你盼望吗 我们都盼望 我也有极大的盼望 怎么样的方法 能够得着 这里给我们看见 原来是先求神 先去做神 要我们做的事情 这个方法 也可以带来收入 也可以增加吗 也可以给我们得着吗 我在说 神告诉我们的方法 是可信 是可跟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会给我们 更大的经历和奇妙 那一天 你知道吗 当 教会 就开始 我们传奉献带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刚刚好 他 他要结婚了 他要结婚 他剩下来的 他就 这笔钱 本来是准备要结婚 但是奉献带 传到来的时候 神就在他里面 有个感动 你要得着 最美丽的婚姻吗 你盼望 你在你的一生里面 你有更大 你能够一直得着 我给你的 奇妙的祝福吗 如果你要 你就把 现在你要结婚的 这笔钱 奉献给神 没有啦 FGA已经很有钱了 这根教会 你知道吗 你看这边的设备 你看这边的场地 你看这栋 这栋大楼 教会已经很有钱了 多我一分不多 少我一分不少 这么多人你不教 你知道吗 他爸爸 他爸爸有三间房子 Slippertali那边 还有两间店屋 感动他吗 为什么这样的感动 偏偏临到我 你知道 我钱不多啊 神 你知道吗 我已经 三十多岁了 很难才等到 这一个老婆 你知道吗 而且没有了老婆本 怎么样结婚呢 按照人的理性 人的想法 我们会常常 从我们的里面 会生出这样的问题 你到底要按着圣灵的感动去行呢 还是按着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情谊 按着我们的眼目 我们的认为去行呢 你按着情谊去行的 你收取的就是败坏 按着圣灵去行的 就收取的是神给我们的果子 神给我们的祝福 他真的是呢 这么傻 你知道吗 明明要结婚的那个老婆本 他都真的是 哇 真的是完全奉献出去 如果你是他的另外一半 你会怎么样 我们会这样骂他 你知道吗 但是你知道吗 事情没有如人的想象 这样发生 当他奉献过后呢 你知道吗 他几个月后就要结婚 我就长话短说 他在每一个月 通常人家结婚 是什么时候才收到红包的 什么时候收到红包 结婚的时候嘛 婚礼的 宴席的时候 人家才会给红包 但是你知道吗 他离开那个时候结婚 还有几个月 他每一个月 都得到神数倍的供应 完全超乎他想象 完全超乎他所求 然后直到他结婚之后呢 你知道吗 剩下来的钱 总共是当初 他奉献了多少倍吗 总共他奉献了三倍 这样我们要掌声 给我们的神 所以在我们中间的 我们的俊男美女 结婚一点都不惧怕 结婚一点都不困难 因为你有一个奇妙 又爱我们的爸爸 他的名字叫做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神 你信告他 你就是有福的 跟你旁边的人说 你有了上帝 你就是有福的 真的 当我们 这样给予的时候 说带来的一个转换的能力 会让贫穷 变成了一个富足 那天 那天 奉献带也来了 他刚刚出来 他刚刚要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 他就筹了一笔的资本 本钱就是要给他做生意的 那么那一天 他来到教会的时候 牧师那天刚刚好就在分享什么信息呢 一个奉献给予的信息 很多人会想说 哎哟 这么醉 怎么听到这么个孙子 但是他来的时候 当他听见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不是牧师在对他说话 他听见的好像神在对他说话 神就是感动他 要把那个投资做生意的那个本钱 拿出来奉献给神 如果人平常会怎么想呢 哎呀 这个钱现在是去打本 赚更多钱来奉献给神的一个开始 对不对 一个本钱 奉献出去之后 我哪里还有本钱去做生意呢 对不对 今天上帝给我们有个头脑 我们都会计算嘛 对不对 你看算 你从零怎么样变有呢 很困难的 人的头脑没有办法明白的 但是呢 那天他竟然真的是把那个 投资做生意的 那一个开始的本钱 竟然奉献给神 你会说什么 你会说什么 你会怎么样说 他又是什么 他可能呢 他又改姓 他姓朱啊 这样的事情都会做 你没有收取 你怎么样会致富呢 当他这样给予的时候 那个时候神感动他的 他不是说奉献而已 他说 神感动他的 他是说 对 我第一笔的这个本钱 我第一笔的生意 我第一个生意 我就要 坐在神的身上 本来他去做生意 神给他看见 也是在做投资 能不能够有回酬 有利润 那个还是个问号 他就凭着神给他的感动 神给他的看见 他就把这个本钱呢 先投在神的里面 他说这个一定是最好的生意来的 看起来好像一给的出去呢 就好像就没有了 但是你知道吗 当他给予出去的时候 从那一次开始 直到现在 他不是拥有一个小生意 他拥有自己的一间很大的工厂 神祝福他的 是当初祝福的几十倍 你知道神为什么可以行这样的神迹吗 当人给予他的手 凭着感动来给予的时候 我告诉你 可以经历神的奇妙和神奇 阿们 跟你旁边的手 按着神的感动来给予 所以给予能够带来一个 转变的能力 能够转变贫穷变成富足 第二 给予能够带来什么样改变的能力呢 它可以转变 不生育的 不生产的 变成生育 变成有生产的 在撒摩尔记上 第一章那边记载到 有一个妇女 她的名字叫做哈娜 哈娜 她的丈夫还有 哈娜是丈夫的第二个太太 在她上面还有一个太太 那么她就自己没有办法生育 大的太太呢 就一直可以生育 在当时的社会呢 如果女人不生育呢 她是一个羞耻 人家会认为她有问题 是得罪神的 是神惩罚她 而不给她生产 不给她儿女 所以那个时候 她受到很大的压力 没有办法生育 不管再怎么样努力 还是没有结果 最后她来到神的面前 她跟神祷告说 神啊 可以不可以 赐给我一个孩子 如果你真的是赐给我这个孩子的话 我要把她的一生 都奉献给神使用 我们很多人在做祷告的时候 神啊 你给我这个 神啊 你给我那个 神啊 你给我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我要新的 Toyota Vios 神啊 我要 祝福我 祝福我 现在我只是住 Condor Apartment而已 神啊 给我一间 这个牌屋 我不贪心的 不一定要三层的 我两层也OK的 OK 好 我们常常都做这样的祷告 我也常常做这样祷告 但是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祷告 我们寻求神的时候 我们没有得着呢 而是我们求的 到底跟神有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从神求的 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情意 我们的眼目 因为别人有 我不可以输给他 我也要有 他旁边呢 已经 他旁边 他开着一辆的 新的Toyota Vios 我要出一辆新的这个Honda Echo 他旁边已经架盖出去呢 我要再 买另外一间呢 打动他两间 比他更大 因为有别人有 你这样的求 是满足自己的喜好 满足自己的肉体 自己的情欲 很多时候 难怪我们求 我们得不着 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会埋怨 我们对神有很多的问号 为什么 我们祷告好像没有回应呢 神为什么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呢 很多时候我们去 那一天 他就跟他 他就跟他爸爸说 爸爸 爸爸 可以不可以 买一辆车给我呢 他问他说 你要车来做吗 你知道咯 我长大了吗 我就是要一辆车 这样你要拥有这辆车做吗 你知道我拿到车了 那个车 我不开车是吗 我不会开的 等一下那个车 没有用的 那么 你买一辆车给我了 这样你买那辆车 要你做什么 你有车吗 你有车我也要有车啊 这样你要买那辆车来做什么 没有啦 我的同学朋友全部都有车了 是我一个人没有车了 这样你要的车做什么 到最后他的爸爸跟他说一句话 我买车给你 可以 一 听话 二 听话 三 听话 你知道吗 人啊 基本上我们做父亲的孩子来做 孩子来要求的时候呢 我们都盼望什么 这样东西呢 如果给予他的话 不可能是害了他的 你一定是对他有好处 也可能会完成我们对他的期待 所以很多人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 我们对神的要求 只跟我们自己有关系 完全一点都没有完成神的旨意 没有完成神对人的要求 完全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哈拿向神祷告的时候 他怎么说 神啊 如果真的是 你让我生了一个孩子的话 让我享受三年就够了 三年之后他断了奶 我就让他去到圣殿 一生来服侍你 当他做这个祷告 什么要祷告 当他做一个给予的祷告 很多人都做祷告 神我要得着的祷告 你给我的祷告 今天你要做祷告 你的祷告要有能力 你的祷告要蒙神催定 你要做一个给予的祷告 大家跟我说 给予的祷告 给予的祷告 当他这样做这个给予的祷告的时候 你知道吗 过后一年呢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给他叫撒母耳 三岁断奶之后 他就果然是 按着神 他在神的面前的这个祷告 他把他带到圣殿里面 让他一生服侍神 你知道吗 撒母耳在他一生里面圣经记彩 他对神的服侍 对神的国度 所带来的那个的益处呢 真的是非常的伟大 你可以看见呢 他真的是带领以色列人呢 一直得胜 得胜 再得胜 很多时候呢 你看 很多 你看 那圣经里面 他可能是君王的位分 他就不是先知的位分 他是先知的位分 他可能就不是祭司的位分 他也不是君王的位分 但是你可以看得见 神这样的一个给予的 那个的祷告 所带出来的撒母耳呢 是集中了 他也是一个先知 他也是个祭司 他也是当时候的 还没有以色列的君王 被选出来之前 他就是等于好像 同管以色列人的 那个的君王这样 三种的身份都集合在他的身上 为什么你看 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成就呢 为什么神的祝福 偏偏在撒母耳的身上呢 因为撒母耳的一开始 就是个给予 你结婚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想到 从对方的身上来得着 你要满足你自己的好处 他可以为我煮饭 他可以为我洗衣服 他可以做这个嘎嘎 他可以做这个什么 他可以帮我看孩子 他可以帮我洗车 他赚的钱就是我的钱 我赚的钱就是我的钱 你跟他结婚 你盼望他从他身上得着更多的 我告诉你 这样的一个开始 这样的一个结合 不会真正蒙神最大的约 不会蒙神最大的祝福 你知道婚姻里面呢 很多时候 很多人呢 常常呢 谈恋爱的时候 还没有进入婚姻就失败 为什么 只是想到从对方的身上 拿起好处 一跟他在一起 我们去处理很多这种 争吵啦 这些男女群里啦 夫妻争吵的那些的 那些的问题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呢 就是因为什么 有一方呢 对另外一方呢 只要他给给给给给 他自己呢 给一点点就好了 通常都出现在 这样的问题里面 很多时候 造成了感情的失败 造成了婚姻的 这个破碎 造成了许多 家庭破碎的问题产生 很多时候呢 都在于呢 我们没有个给予 他的成绩呢 本来呢 是普普通通的 他从来都没有明落孙山过 当然 他也没有明列前茅过 他的成绩呢 到中学的时候呢 都一直是中等的 直到呢 他就来到了教会 来到了FGA 在我们的CYC的团队里面 他在我们中间呢 他就是这样 他 很普通的成绩而已 他来到教会的时候呢 他认识了神 他敞开他的心 他接受了耶稣 我们在这边 怎么样吩咐 他怎么样聆听到 神的话语 圣经的教讨 他真的是去做 他就开始怎么样呢 他就开始呢 把神的话语 读进他的里面去 他知道说 神的话语 就是一知的两药 他知道呢 神的话语 就是聪明 神的话语 就是智慧 神的话语 充满了谋略 他有神在他里面 有神的话在他里面 他相信呢 他可以不断地成长 因为他之前 他去过很多 好的补习中心 他找过很多 好的补习老师 但是呢 都没有办法 为他的 中等的 平平凡凡的 这个成绩呢 带来一个突破 那么 当他来到教会之后 他就开始呢 读神的话语 他开始向神祷告 他开始呢 依靠神去做很多的事情 开始依靠神去读书 你知道吗 接着下来呢 那一天呢 他爸爸送了一辆新车给他 你知道为什么送一辆新车给他吗 因为原本本来平淡无奇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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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成绩呢 他接下来呢 那个学期呢 他就拿了三颗A 年终的考试呢 他就怎么样呢 他就有五颗A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吗 因为他给予更多的时间去读神的话语 因为他给予更多的时间去依靠神 去祷告的时候 当你给予神 你给予世界 那个就是等于消失的 但是你当你给予神的时候 绝对不会无端消失 那个不是捐少 那个不是亏损 那是一个增加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的成绩呢 就突飞门进 你知道 神就是一位 这么奇妙的神 跟你旁边的人说 神可以使不生产的 变成有生产 第三 给予呢 还能够带来 怎么样的改变的能力呢 给予呢 能够 转换无便有 死无便有 创世纪第二十二章 神只是亚伯罗汉 要到山上那边去献祭 那一天 他就带了儿子跟仆人财 跟刀献祭的所有的用具 都带上山去了 唯独 去到山上的时候 他知道唯独 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 唯独少了一样 就是祭物 没有祭物怎么样献祭呢 你知道吗 当时候 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呢 有钱的就会献一头牛 羊 没有钱的可以献 那个 可以献飞鸟 班旧 然后可以献 这个土里面的出产 献一个树 也可以献 但必须要有祭物 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那个时候 没有祭物 怎么样献呢 献祭的时间到了 唯一可以献的祭物 就是他的儿子 他就把他儿子绑起来 然后放在那个财上面 准备要杀死他 献祭给神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出来阻止他 不可以 不可以 追这个孩童下手 我现在知道 你是相信我的 我知道你 你真的是对我有信心 于是呢 当他这样给予神的时候 把他最好的 最宝贵的 都这样献上给神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得着的是什么 当他那一次之后 神就断定 他是个有信心的人 神就给予他呢 在那个时代呢 他成为最富有的人 他有的牛羊骆驼 多得属不胜处 神让他成为 那个时代呢 圣经说 他是一个最有信心的人 他相信神 他知道 就算把他的儿子 献上杀死 他的确也知道 神是一个死人复活的神 死了也一样可以复活 因为神给他的允许是什么吗 以后他的后裔将要多读 天上心 海边沙 地上的尘土 那么多 没有后裔 他怎么样能够成为 这个多国之父 多国要从他出来 多民要从他里面出来 所以呢 他对神 有极大的信心 就算现在 他献上他的独生儿子 神也一样可以 再加添其他的儿子给他 所以呢 他也知道 神也可以 让他 让他的儿子 就算死的也可以让他 让他复活起来 他知道神有 有无限的能力 当他这样相信 当他这样给予神的时候 神给予他的 完全超乎他所求所向 所以许多人呢 也从亚伯拉罕里面 得着很大的祝福 所以呢 当我们给予神的时候 我们不是缺少 而是带来了一个转换的能力 能够死无变有 而且呢 当他要献祭的时候 神说不行不行不行 祭还是要献 旁边突然间就出现了 一头羊在那个地方 你觉得 亚伯拉罕上来献祭的时候 如果有这么大头羊在旁边的话 难道你觉得 他真的这么blur 这么不大都没有看见 那头羊在旁边吗 刚才上来献祭的时候 山上呢 都是没有的 因为那个时候呢 那个神称什么 神称那个地方是 神就说 耶和华以乐 以乐意思说 在没有的山上面 神都有准备 没有的 祂去到没有看到羊 当祂这样给予的时候 没有栽的羊 神可以马上 马上就出现那只羊 过后祂就把那只羊 把它宰了 然后献祭给神 所以你知道神是怎么样 当我们给予神的时候 祂带来给我们的转换 就是死无便有 那一天 祂 祂就要坐飞机去外国 坐飞机去外国的时候呢 就 就 过了Gastam 然后 要准备登机 准备登机的时候 你知道 我们的国际机场 不是要走一段路吗 他才能够去 这个 这个登机室吗 那么 他就 去登机室的时候呢 他就去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他就走过 他就走到 他就开始 往这个登机室的方向走 然后呢 神就感动他 你要倒回去 那个商店那边 你要倒回去 那个商店那边 可能再跟那个人讲话 去祝福他一下 他说 哎哟 我要登机了 你知道吗 还有什么东西要跟他讲 还有什么东西要做 平常人呢 你看时间不够的时候呢 你当然是 哎呀 不做了 这个哎呀 可能是自己不知道 想想而已 你知道吗 过后呢 他真的是倒回去 刚才他买过东西的 那个商店里面 他去到那边的时候 他就 神就感动他 做一样给予的事情 你知道吗 他去那边呢 他说 哎哟 神啊 你叫我来这边做什么 什么东西 你让我做 我都已经要上机了 快点 神啊 很急啊 很急啊 他就 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了 因为他看到地上呢 有一张那个 那个 boarding pass boarding pass 我们坐飞机 不是有张boarding pass吗 然后 他说 哎呀 神啊 我知道啦 原来你就是要我 去帮助这个人 哎呀 谁啊 哪个大笨蛋的 哟 好轮准呢 哇 掉了这个登机 这个 这个登机阵 然后怎么样 等一下他不能上飞机了 哇 他就很紧 他就是去 要去 他就跟着那天 哎 他说 有人掉了这个 这个boarding pass啊 我们要来 你知道不知道是谁掉的 他知道是 他被 他按着神的感动 他回来 就是要帮助那个人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去 去拿那个登机 boarding pass 一拿来看 原来是自己的boarding pass 你知道吗 当你按着神的感动 你去给予的时候 神呢 可以让没有的boarding pass 可以让他变成有 再次这样 掌声 贵给我们的神 你盼望你一样 经历这样的奇妙吗 你盼望吗 不管是什么方式 当我们给予的时候 哈利路亚 神可以转换 无 变成有 阿们 给予的时候 还可以带来 什么样的 一个转换的能力呢 你知道吗 给予的时候呢 可以转换死亡 变成复活 可以转换黑暗 变成光明 可以转换 黑 绝望 变成盼望 可以转换疾病 变成健康 当耶稣 当神看见人呢 没有办法 得着救恩 没有办法 再次与神和好 没有办法 去到神的 天堂的所在的时候 人没有了神 道路 方向 命运 只有一个 就是 就是下 去到 地狱的深渊 在那边 受尽痛苦 受尽各样 罪带来的刑法 各样的 这些的 那些的 这些撒旦邪灵 给人的那种的 那种的痛苦 都会在地狱里面 发生 神怜悯了 人没有办法 找到这条道路 神就为人类 预备了一条道路 那条道路就是 耶稣基督 耶稣说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我就是那条路 这就是真理 走在我的路上面的 你就会得着生命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三天后 就如他所说的 真的是从死里复活 所以你知道 在耶稣里面 有那个复活的大能 当我们 当耶稣这样给予的时候 他所带来的一个 就是复活的能力 让死亡变成复活 当耶稣给予的时候 让那疾病的得着医治 让那痛苦的得着安慰 让那黑暗的得着光明 让那个败坏的 再一次的得着神的建造 如果没有耶稣的给予 我又没有相信他 我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转换的力量在我的里面 如果没有耶稣转换的力量在我的里面 我现在恐怕 不是睡在棺材 就是住在监狱度过我的一生 如果没有耶稣 我还在吸毒 我可能还在贩卖毒品 我还在顾野贼的 跟他们一起来 混在一起 如果没有耶稣 我的人生是黑暗 是堕落 因为耶稣 当我相信他的时候 我就得着了这一个 耶稣所给予 他一次的给予 所带来的一个转换的力量 你知道怎么样 得着这一个转换的力量吗 就是当你敞开你的心 你相信耶稣 你相信他 你接受他 你跟随他 你服侍他 那一刻开始 耶稣那一次给予所有带来的转换的能力 就能够临到我们的生命 他负债三千万 三千万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他怎么样想 怎么样安排 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 还完那三千万 两年前我们在 不给加留在那个地方 我们在办 布道会 他就在那一天 信主 他相信耶稣 他本来那天不要去的 他的朋友 勉强他去 他应酬他去的 我讲一句话 好彩 他应酬 都去了那个布道会 好彩的 你们会听懂吗 好彩 然后他去了那个布道会 哇很多人出去信主 他的朋友说 你也出去信主了 哎哟 我这样的人也要信主啊 要啊 你需要信主啊 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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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出去信主了 他就敞开他的心 接受耶稣 去年 我就在这个 布格加留还在办布道会的时候 他就来后台找我 他都跟我讲 哇他跟我们分享见证 你知道吗 他说 神你知道怎么奇妙吗 他说 那个时候 神啊 让他在 那个时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 神竟然让他还清了 一千多 一千万的债务 今年六月份 我们又在办神大人布道会 他又跑过来 后台跟我讲 他又说 哇神又帮他还清了 那个债务 我说啊 之前不是还清你的债务吗 哦是 还没有还完 总共你欠多少钱 他欠三千万 三年的时间 神不但令他还完三千万 而且呢 现在呢 还有余 他告诉我说 每一次 我一打电话给他说 哈利路亚 我告诉他说 怎么样啊 你又经过我讲的话 我知道了 一定是聚龙摇水了 哎呀 感谢主了 感谢主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知道吗 当他相信耶稣之后 你说他欠债吗 他还欠很多债 他还是 得着的 本来应该要还债的 但是他现在没有供给债务跟世界的需要 他得着那些钱 他拿去什么 支柱教会 他拿去盖教会 他拿去给予神 当他这样给予的时候 你知道吗 带来一个奇妙的转换的力量 本来三千万的债务 好像一大团的黑云在笼罩 本来三千万的债务 好像非常大的石头压着他一身 但是你知道吗 在耶稣基督里面 当我们相信他 我们认识他 我们跟随他 我们服侍他 我们也给予他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能够做 人不能够做的 神能够做 人不能够做 敬拜团上来 我们最后回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28章 这节的经文这边说到 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教训他们遵守 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这边说 当我们去的时候 你知道吗 这边去 然后去邀请人 寻找到他们 要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 就一定是带领他们 相信耶稣 然后呢 要怎么样 也要帮助他们 鼓励他们 激励他们 不是相信而已 而且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 你知道信跟洗呢 没有办法分开的 你没有办法看着 很多人都说 信就好 你去教会信都好 不要洗 这个就是一个华人错误的观念 你知道吗 在圣经里面 信跟洗是one package 你买手机不可能没有 就好像我们这个手掌 你这边是手背 这边是手掌 如果你把它分开的话 手掌跟手背 都把中间切一半 它能够function吗 不能够function的 你去买手机 本来是要做什么 玩games 不需要花那么高的费用 去买手机 买手机你要打电话 对不对 如果没有network service 你的手机变成什么 就失去了它的功能 我们去买部车子 如果车子呢 没有加上油的话 你就失去了 那个车子的功能 它只是成为一个摆设品 它没有办法载你呢 从这个点去到你要去的目的 所以信跟洗是one package 没有办法分开的 我们都需要被激励 有那些人还没有受洗的 需要有人去激励他们 去解释给他们知道 然后去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 还要怎么样呢 教导他遵守神的话 还要用神的话教导他 今天神在对许多人在说话 今天神在呼召许多人呢 告诉我们说 现在是个给予的拒绝 我们很快 还有两个礼拜 就到12月14号 我们第一个晚上两场5点跟7点半的 圣诞节的步道晚会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邀请很多人 有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 让他们相信耶稣 受洗归入神的名下 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不是靠人的才干口才 不是按照人的能力而已 我们需要神的同在 这边的话语怎么说 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 怎么样与你们同在呢 你跟神说神啊 现在给我去的力量 现在给我教导的力量 现在给我激励他们的力量 现在给我引导他们的力量 现在给予我能够给予的力量 你知道给予的时候 它能够带下一个转换的能力 它能够带下一个转换的能力 当我们给予的时候 你可以带 迎娶别人对你的好感 当我们给予的时候 可以建立关系 当我们给予的时候 你不是减少而是增加 当我们给予的时候 我告诉你 神给你的 不一定如你想象的 这样发生 祂给予你的 是超乎你的所求 所向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因为你 我的生命能 不止得断 分别为善 因为你 我又永恒神秘 在我心 一生为你 你说出了一切 运掌握这个世界 我的音音在云里 一起站起来唱 我愿为你 我们一起起立 站起来唱 我心 却满怀你 当举双手 跟求我的主 我愿意 爱充满怀你 爱充满怀你 如她 若亦会被遭遂 若幸 却满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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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我主 你持爱与恩典 不离开我 神在对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在说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你得不着吗 不是靠人的方法 不是靠人的才干 世界都在告诉我们要去捉 做到的 拥有的你就不要放 但神今天 祂用祂超自然的真理 在对你说话 祂在摇翰我们的信心 你知道吗 你要得 你就要给 很多人在当中我知道 我们都没有给 我们都给一点 今天 圣灵在我们中间 我要挑战大家 在我们中间的一些人 今天神在挑战你 第一 你没有遵行实义奉献 你知道 圣经明明在告诉我们说 他们的祷告 神说我不听 他们的祈求 我不听 他们不管怎么呼喊 我都不应允 今天 神在挑战你 在我们中间 你没有真的是 凭着信心给过实义奉献 从今天下个礼拜开始 神在挑战你给予他 当然你要知道 奉献给予 他不是跟神做个交易 不要说我给予 我给予十块钱神一定要给我九十块 那个给予是一个心甘乐意的给予 是因为你遵行神的吩咐 你给予呢 是要让更多人得着帮助 是你给予呢 是因为呢 让神配得你这样尊容他 第二 刚才这样的人呢 我鼓励你呢 等下我们唱歌的时候 你来到前面这个地方 你需要更大的信心 你需要更大的信心 让你的给予 你不要觉得心痛 心痛呢 那个是肉体情义混给我们的 那个不舍 那个是抵挡神的真理的 今天在我们中间 你没有这样的信心 你缺乏这样的能力 你缺乏这样的慷慨 你缺乏遵行神吩咐的能力的 我鼓励你来到前面这个地方 我们要为你们来祷告 在我们中间 今天你知道吗 神也一样在挑战我们 你知道很多时候 一个人得拯救 是需要有人去给予你 不是给予礼物而已 要给予你的祷告 要给予你的爱 要给予你的鼓励 要给予他神的话语 很多时候不是把人带来教会就可以的 不要说你不能 神要使用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神要使用每一个人 今天当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跟神祷告说 神啊 给我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能力 不是用在你的身上 好让我当我去给予的时候 这样的转换的能力 能够转换一个贫穷变成富足 转换人的没有变成有 能够转换人的一个黑暗变成了光明 转换一个人的死亡变成了复活 转换一个绝望变成了盼望 转换一个疾病变成医治 你的这样的祷告将要蒙神悦纳 因为你是给予神 你是带着奉献的心 不是来满足自己的肉体情意骄傲 当你这样给予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会看见在这个季节 你的小家 你的小组 你的家庭 你的事业 你的婚姻 会带来极大的转变的力量 甚至是你身体的健康 不管你一直在我们中间 特别那些 今天第一次第二次在我们中间的贵宾 你知道吗 谁带你来已经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今天你要知道 神爱你 相信耶稣不是不信 而是最大的荣幸 你说耶稣在哪里 我没有看见他 怎么样信他呢 等我 等我 长大过后 我才信他吧 等我结婚后 我才信他吧 等我环境好后 才信他吧 等我健康好后 才信他吧 恐怕 那句话你都没有机会说 等你死的过后 你才 死的过后 怎么样相信他呢 你知道吗 耶稣不是为了你目前的需要而已 不是为了你以后的需要 也是为了你目前的需要 他就是光 在我们中间 我在跟你说 今天神一直在释放他的光 他的光在照耀你 你知道你的生命你需要光 你知道吗 神虽然看不见 空气你摸不到 你做不着 你完全没有分析 你没有做过事业 你才把空气呼吸进来 耶稣基督你没有 你不需要看见 你就可以凭着信心 把他呼吸进来 阿们 所以呢 不管你在哪个位置 谁带你来 我鼓励你 等在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鼓励你从你的位置上面 勇敢的来到前面中间 这个地方 敞在你的心 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我告诉你 相信耶稣 你的一生 充满了奇妙 你的一生 充满了神迹 你的一生 充满了神的力量 我们在唱这首歌 有带信朋友来的 帮忙我 鼓励他们 然后陪伴他们 来到前面中间这个地方 敞在他们的心 接受耶稣 成为他们 荣耀的救主 荣耀的救主 奇妙的救主 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 我们开始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祷告 神呢 给予我们 去的力量 分别为神 因为你 我拥有可 神明在我心 在我们中间 你需要更大的信心来给予的 你来到前面 我们要为你们祷告 要相信耶稣的 拍手给我们的神 要相信耶稣的 赶快出来 来到中间 犧牲 我们成为祢 祢不能带便到握他 耶稣 赐给我们给予的力量 赐给我们给予的力量 你是爱云点 不离开我 左右边的弟兄你们开口向神来祷告 开口 开口用你听得懂的话 向神来祷告 呼求神 现在我们要得着一个转变的力量 我们要得着一个给予的力量 得着一个给予的力量 赐给我们给予的力量 赐给予的力量 赐给予的力量 中间这边要相信耶稣的打开眼睛 望我一下 要相信耶稣的打开眼睛 望我一下 你知道吗 以前我跟你一样的 我从位置来到前面这个地方 你问我完全明白耶稣吗 完全我看见耶稣吗 我遇见耶稣吗 没有 我真的是凭着一个很简单的意念 很简单的信心说 耶稣我相信你了 其实我都带着很简单的一个看法 看看怎么样 你知道吗 豪彩那个时候 我用豪彩来跟你讲 你一定会明白 豪彩那个时候 我真的是相信了耶稣 我的一生才有180度的转变 耶稣可以改变我这样的人 耶稣一样可以改变 你跟你的家人 你的现在和你的未来 你知道吗 神可以在人生命里面 所行的神迹 所做的奇妙工作 远远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 你今天能够得着 我告诉你 是天上给我们最美丽的祝福 把你眼睛闭起来 怎么样相信他 我祷告一句 你就跟着我祷告一句 我带着你来祷告 虽然这个 这样祷告 就接受耶稣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我告诉你 却是人生中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祷告 把你眼睛闭起来 我祷告一句 你跟着我 有声音地祷告一句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带领我来认识你 谢谢你带领我来认识你 虽然只是一个开始 虽然只是一个开始 我相信耶稣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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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救主 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 流尽宝血 洗净我的罪 我承认我过去是个罪人 求你赦免我的罪 洗净我的误会 赦免我一切的过犯 现在我敞开我的心 邀请耶稣基督 住在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张管我的一生 帮助我 带领我 供应我 医治我 祝福我 谢谢你 让我成为基督徒 无论什么事情发生 我坚持相信耶稣 跟随耶稣 服侍耶稣 一生敬拜耶稣 谢谢你 看顾我的一生 帮助我 帮助我 从你的里面 有更大的得着 当我去给予你的时候 谢谢耶稣 随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耶稣的名求 阿们 拍一首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恭喜你 为你 没有福音 尊敬拜 天成的很运拜 尊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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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全能相互与祢 祢的痛藏 祢的大根 祝我全能相互与祢 祢的痛藏 祢的大根 祝我全能相互与祢 亲爱的天父 我们向祢献上极大的感恩 今天祢让我们得着最大去增加收获 有更大得着的秘诀就是 当我们去给予的时候 神帮助我们有更大的信心 我们有更大的慷慨 我们有更大的力量 我们有更大的看见 当我们给予祢的时候 神啊 祢就赐下转换的能力 在我们家人的身上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我们的事业里面 在我们的学业里面 在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里面 神啊 当我们帮助我们 不断的来给予祢 给予祢时间 给予祢祷告 是的 现在我们就相信祢的话 我们就去 我们就走出去 我们把祢的爱给予更多人的时候 神啊 把祢的话语给予更多人 把祢的教导给予更多人 神啊 我們相信 一个超自然的转换的力量 就要临到我们身边的人 临到我们的身上 临到我们的家人 临到我们的现在 临到我们的现在 我们的未来 垂听我们的祷告 今晚上悦恼我们的敬拜 啊 把祢的图充 你的同在你的大德 祝我绝认相赴于你 你的同在你的大德 祝我绝认相赴于你 你的同在你的大德 在三位之前